吴云 我和老东研究过 其实你对酒不是身体依赖 而是心理依赖 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种依赖可以转化上任何物处 包括你手里拿的 枝壳糖尿 自来水都行 说到底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吴云 你记住了 狙击手永远是战场上的毒性侠 你不能依靠任何人 任何物品 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你刺激 两个狙击手狭路相逢 最终比的绝不是谁的枪法好 而是谁的意志更加强大 吴云 你是个聪明人 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剩下的相信你自己能琢磨到 老公板 我也特别愿意喝这个 特别甜 卫生队 三块六 别喝太多了 发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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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不烧啊 师父 我可难受了 你这体格言道病 不共你抛少了吗 师父 我是真难受啊 你不能倒下 我不想看见那流的红旗 挂在他们班的头上 我这脑袋疼了 你别装啊 我这肚子肚子不得劲 到底哪不舒服 是我浑顺都难受啊 江云 走 张农冰了 中午你给他做杯碗饭 我给他拿药去 我说秃子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可难受了 得病了 别装了 兄弟 我掐指一算 你的病因啊 就是那个叫乌云的女兵 对不对 我这难受呢 还不承认你 啥承不承认你 反正我一看着他 我这话也说不出来 动也动不了 浑身不得劲 反正他阁那儿 我没法听 你个怂兔子 你说你绑得妖元的 怕个娘们 你怕她啥呀 她是能吃了你啊 还是能咬死你啊 兄弟 你要是真喜欢人家 就大大方方地走到人家面前 跟人家说 你别什么事都憋在肚子里 挺好的事都让你给憋臭了 你要是不敢找人家 我就把人家请来 你俩当面 把这事给说清楚 滚蛋 啥喜欢不喜欢的 你冲我横什么呀 你明明喜欢人家 连训练都不敢跟人家在一起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每天扒着窗户 偷看人家训练 再说一个 哎兔子 你还敢打我 我问你 你到底敢不敢去 我不去 行 逼我对你下死手 你等着 好 你 你 还敢打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来 上来 干吗 累不 累啊 知道为什么累吗 你这游泳姿势不对 你说你能不累吗 你这游一万米 用的是两万米的劲 怎么不对了 你啊 现在需要一个好教练 你想教我啊 我 我哪行啊 轮也轮不到我呀 是你的大师兄鲁岩能教你 你知道吗 鲁岩那可是正经八百的游泳冠军 本来是要去奥运会 去多奖牌的 驱才到了咱们这儿 你知道吧 真的假的 古蒙你 真的 他的身子骨生下来就是为了练游泳的 听说他小时候 有一次家里边人带他去公园划船 一不小心就把他掉水里了 哎呀把他爸妈急的 眼看着孩子就没影了 他们赶紧找人救啊 到了岸上 一看你猜怎么着 怎么 那小子比船还先到的岸 正在卖冰棍那儿 哭着喊着要吃冰棍呢 可是这小子呀 他脸皮薄要面子 你要是不求他 他肯定不教你 你要是想把游泳学好啊 你就对他主动点 热情点 好一点 见着他就笑 估计他就能教你 你听我的没错 鲁岩 听说你游泳游得好 你能教我吗 没时间 最近很忙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来找你 你去问老单吧 鲁岩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你们师出同门 你就这样当大师兄啊 关你什么事啊 你瞧他这副德行 算了咱不求他 我教你得了 你也得过金牌 我我没得过金牌 但是我教得好 我理论素质高 走走走走 来来来来来 来 你先给我做一个 自由泳手的姿势 这样 这哪行啊 你这频率太慢了 你看我 你必须使劲往后跑 频率 频率越快 游得越快 你知道吗 你做一个 不行快快使劲 使劲 使劲往后跑水 使劲 这样啊 对 这能游得起来吗 你相信我 没错的 这样才能游得快 你你往下 使劲往下 江小雨 你给我闭嘴 你要再敢侮辱自由泳一句 我打得你满地找你啊 乌云 乌云 我将你游吧 线条必须拉长 这入水的时候 你先去浇水 好 往前 往前伸 拉长 这腰 别喝 哎 兄弟 病好的 够利索的 在这儿吹海风呢 哎呀 你看看你看看 光天化日之下 这成何体统 这是在浇游泳吗 这明显是在借浇游泳 哎呀 兄弟 站在乌云身边的 应该是伟岸的你啊 我都看不下去了 你 你就这么 眼睁睁的瞅着 哎 哎 哎 兄弟 不能打架啊 我回屋 完了 事闹大了 哪句话说错了 我赶紧跟鲁岩说一声 让他提高警惕 军中之一句 我赶紧跟鲁岩说一声 我们是活的人缺儿了 干啥呀 这是 哎 江耀宇 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 瞒着你 我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 非非我动手是吗 我说 我昨天五公里越野 我在山上超级路来着 不是这个 那我前天早日偷支了六个鸡蛋 你少跟我耍滑头 你跟张冲那个小子背着我嘀嘀咕咕的 算计我什么 说 没什么呀 你信不信 我把你绑到那把手上当把子 我说 我说 那个 其实吧 张冲根本没有病 他就是故意躲着你呢 躲着我 为什么躲着我 我哪知道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你要想当蛔虫 你去问他去 张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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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张冲哪像我带的兵老邓 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 迟早乘个门咕噜罐 江冲 小冲 丑小冲 帮他喝点酒 那哪行 没事儿 今天是周末 不过这酒不是跟咱俩喝 得让乌云跟他喝 进来 进来啊 干吗 把门关上 关门 坐下 听说你病了 这东西专治你的病 来 喝点 拉倒吧 我可不跟女的喝酒 喝得过我算你本事 急我说 我告诉你我可不吃那套 是爷们你就接着 还不是爷们呢吧 走 为什么躲着我 谁 谁躲你了 我才没躲你呢 你真没躲我 我好像我 我怕你是不是 笑话 那你怎么不敢看我 我 我看完了 咋地吧 我俩之前打过 在我们草原上 朋友能喝一次酒 就算交上了 你是爷们 少说话 多喝酒 话 全在酒里 我来 我来 开心 这歌 真好听 这歌词啥意思 这是我们草原上的歌 是我们草原上的女子 唱给她心仪的男人的歌 那 那她心仪的男人 是啥样啊 我的哥哥 是那草原上的雄鹰 他有大山一样的身体 有海一样的胸怀 骑上你的骏马 带我去飞翔 有你的地方 那就是天堂 这小子变化厉害了 老邓 你终于出了个号码 我这主意还算是帮你吧 给你脑子好水 张晓鱼 你现在不是凯军长脸皮最厚的了 师父放心 我一定把脸皮最厚蒸回来 对付这种人 就得乌云同志下猛药 而且尽量合适 嘿嘿嘿 全日子 您穿成这样 整得这么丰盛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我 我先尝尝吧 你就知道事 来 先别急 坐坐坐 吴玥 坐 我坐那边吧 别别别别别 秃子 你就坐这 你看看 多本费 输啥呢 乔鱼 来喽 今天有人过生 猜猜是谁 我师父 你看他今天穿得这么帅 这 啥意思 我不帅啊 那就是我师父 不对 再猜 反正不是我 乔鱼 应该是你吧 我生日早过了 上面有这么多肉 肯定是秃子 蒋小瑜 你改名叫蒋小猴吧 不甘毛比猴都净 真是猴净猴净的你想 对 就是张冲的生日 好 师父 你咋知道是我生日呢 我除了贵打枪不贵打电话 没时间给你买蛋糕 给你做了个肉糕 好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都没过过生日呢 这是第一次有人给我过生日 师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以后我们年年都给你过了 张冲 别看你们几个天天逗 但到最后童年并最亲 今天你能和最亲的战友 过你的第一个生日 我的羡慕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吗 今天 值得你寄一辈子了 顾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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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张冲唱个生日歌 好好好 顾双人还得唱歌啊 生日快乐歌你都不会唱 不会啊 来 吴云 你起个头 你起头有意义 好 好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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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 来 来 祝张商 生日快乐 好 发现可疑目标 启动R4探测1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可能 下面绝对是个大家伙 高度怀疑是一艘 山泛不明的潜艇 不信你自己来听听 一点动静都没有 是303 303 幽灵潜艇 这艘303潜艇 是东南亚某国的退役潜艇 随后被境外的 祖司集团所购买 在八年前的一次深海航行中 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 根据可靠情报 被海盗劫持的大量文物 就在这艘潜艇上 上级要求我们 尽快找到303潜艇 追回属于祖国的文物 龙白川 龙白川 叫你们 到 舰队司令部 把追踪和监控 这艘潜艇的任务 交给了我们旅 你们侦察大队和雷达大队 要紧密配合 二十四小时待命 是 铁子 我来看你了 出国这么多年 每天都在想你 这么多年 我来看你做了 我来看你 他胜艺 俩 我来看你 今天 在这边 我来看你 给你 研究了半天 有啥结果啊 要想找到303潜艇 真正的下落 最靠谱的办法 就是破译硬盘里的数据 我腿都跑射了 没有一家能接受 没错 这是帖子拿命换来的 你告诉我 那天水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说过 我忘了 他都死了三年了 你还拿这句话糊弄我 真的 真忘了 你当我是三岁孩子啊 武铁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这耽搁的友全知道 那天的事 就像是一场梦 一觉醒来全都忘了 就剩下点血腥味 时不时会闻到 我说了 公安部请了一批专家 在海洋局 一二四研究所办公 联合调查303潜艇的事情 松 rented 得出度的人 得出封地方 冤水能和邻封 我肯定了 什么感觉 啊 有风低会儿 曻我得到了 看起来 朕 inmates 就等他来 你把危残 啦啦啦啦啦啦啦 停这点儿啊 下字了 外初 咱俩是不是开门 肯定 你帮我个忙吗 啥嘛 你先说你答应我 我听你 你说啥忙当 你不说我 想起来 想 行不行 行吧 行吧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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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above points You can come to a similar conclusion That the major cause 0303 submarine accident is a failure on control circuit 他的口供從側面也證明了這一點 在黑匣子沒有找到和完全破椅之前 你說的都只是推斷 我帶來了 後來由於二次碰撞 潛艇的黑匣子從箭橋上墜落了 其中的一個數據盤 就在這個箱子裡頭 今天 我給專家帶來了 好 好 繼續做 繼續討論 硬盤暫時有我不保管 破譯工作有什麼進展 會有人通知你的 好的 如果沒什麼事 你就可以回去了 老朋友 不能坐下來嘻嘻舊嗎 當然可以 但是你要先回答我一個 你一直不願意回答的問題 武鐵是怎麼犧牲的 我記不清了 每次都用這句話來敷衍我 每次都用這句話來敷衍我 古鐵是我的男朋友 我有權利知道 你們在水下到底發生了什麼 那個 我真忘了 不騙你 不騙你 賣船 你到底要跟我裝瘋賣傻到什麼時候 這這這這這才是原來的你 你應該這樣 不要再跟我説什麼原來 我跟你一樣 原來的事情 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 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 還要打但是 我給你 走 我可以怎樣 還要出來 我時候沒有 你再去看 你還要去看 我先去看 你會去看 你嗎 你看 我不用看 你写的字肯定有嘛 明今天很好 解散 解散 容生 当阳光照在海面上 那是我在想你 当月光 洒在溪水上 那是我在想你 当夜风吹过树梢 那是我在想你 如果你是一颗珍珠 我愿意做你的贝壳 如果你是一只欧鸟 我愿意做你的大海 如果你是一片白云 我愿意做你的天空 如果 如果你愿意 请为我劈起长发 就当着这休日 落叶纷飞 请 请 同志们 我们这次受公安海警的委托 监视303潜艇的动向 半个多月来 我们的人 日夜坚守在声纳监视频前 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可这个303呢 自从公安现身后 就再也没有露过头 那么我们现在是继续死等呢 还是拿出进一步的措施 我希望大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小旅长 我想带个人 到潜艇最后出现的海域 进行实地勘测 董板上 今儿开会之前你是不是喝了 你冲什么大头啊 你以为你是掉进煤腿里的屎个浪 不折腾就显不出事 不出来你是吧 不就是去公海实际检测一下嘛 有什么嘛 我很认真地说 我非常担心你们这次行动 非常担心 知道吗 吴黑子 你怎么像个女的似的 扑扑马马的 现在办事越来越不过脑子你 你自己说 你是不是越来越不过脑子 我过脑子 303潜艇的事 在我脑子里已经装了三年了 我不认为我的决定草率的 那方圆极白里的海域 咱们人从来都没去过 你能预管吗 会发生什么危险吗 阎王爷早就给我下过请柬 之所以给我流一口气 那是因为303潜艇的任务没完成 你还是打咋地 没人愿意管你 城里医院给你开的中药 一天一次 早饭前晚饭后 记心拉生冷 把门起来的快捷 开了 开了 他们不能跟您 带来 进去 报告进场 搜索任务已经完成 请示返航 龙队啊 返航时间已经到了 老李啊 咱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这什么都没老找 不是你老李的风格 再见着会儿 是 指挥部 叫龙百川接电话 是 指挥部电话 我是龙百川 龙百川 第三天海域发现几具服饰 你们迅速赶往处置现场 明白 任务避海区 死亡原因是什么 尖锐物体的磁伤 大概是匕首之类的东西 凶手很老辣 每个人几乎都是 疑似直接之名 他们都是哪儿的人 突破判定 五名死者都来自于 咱们一艘叫远阳号的渔船 远阳号 刚才 这是远阳号出港记录 我是从海港管理处要来的 你看 远阳号啊 这几个月 行迹可疑 他明明注册的是渔船 出海却不在渔区 而是在公海附近出河 一艘渔船 搞得太重视了吧 我怀疑 他跟303潜艇有关啊 要么你就是神经敏感 要么就是想象力太丰富了 伙计 美国大便看多了吧 打捞上来的那五具尸体 已经交给海警处理了 咱们啊 别操那份信了 好 小阳 你爬那速度完全不大行啊 我发现 我要能赢你啊 那我就成了野人了 反正不管咋说吧 这流动红旗 肯定是我们二班的了 你高兴得太早了吧 你看下边 师傅 我不行了 我没劲了 我 我恐高 山子 咱们说好的啊 这比赛是看总成绩的 张冲那小子爬得再快 有翔小鱼那个恐高杖拖着后腿 也照样算你们输 还有老鱼 你 使劲爬呀 张冲 那你快拿手子给我拽上去 哪儿 这 这不信支不好 这个恐高杖 张冲 把保险车给我撤 干嘛 来 三子 这我不能开玩笑啊 直接面调 是 张冲 张冲 你好意思爬得比乌鱼还慢吗 今天要是最后一秒 晚上就会睡悬崖上 师傅 我真的不行啊 我希望看到刘斗鱼齐 挂在我们班的船头 你别往下看 不往上爬 怕死吗 我怕 废话 我还怕 现在没有人能帮你 摔下来就是一堆肉馅 还是去 还是你驾驭 还真能爬 活生生地让你给逼出来 刘斗鱼 刘斗鱼 我肚子怎么样 有 这小子属壁虎的吧 爬得还真快 刘斗鱼 你太厉害了 这回刘斗鱼击回咱们了 刘斗先生 别张嘴了 赶紧麻烦你 回去把刘斗鱼齐 挂在我们班的床头 戴卫 今天在悬崖上 我好几次都踩空了 我心里都凉了 可每一次 我都觉得 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推着我的臀部 那就是屁股 你们知道 是谁在推着我的屁股吗 谁啊 当然是老天爷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不让我死 让我活着 必定有他老人家的安排 大忽悠 老天爷就安排你来忽悠吧 不是 那个难过的事吧 不能老说 高兴的事必须得说 师父您看 咱这辈子 有南斗六星照着 必定有非凡之命啊 看看 还真有六颗志啊 什么南斗六星啊 你看看 一个脚上长这么多鸡眼 什么鸡眼啊 咱这是南斗六星 跟天上的北斗七星 它遥遥相望啊 像书上说了 掌南斗六星者 必然是大富大贵之命 行了 你可别吹了 赶紧把那脚牙收起来 有股自然味儿 你说你们几个 命多好啊 你们就等着沾我的福气吧 到时候 我混个中将啥的 我 我一定先提拔你们几个 张冲 提拔你当团长 提拔你们几个当旅长 师傅 我当然也不会忘记您老人家 有朝一日 我一定把侦察兵大赛 一等奖的奖杯 捧到您面前 那他 天天没有 张冲 到时候你也拿一个 行 这个臭香啊 起疯了 嘉宇 对西说了没有